最一開始我會認知到平衡教育這個議題 其實是有一年的寒假 我去台東的一個非營利組織叫孩子的書屋 然後他是一個叫做陳爸 陳俊朗的一個先生 他經營了15年 13年的時間在東部 然後創辦了很多社區的書屋去支持一個一個 他們所謂的黑孩子 在家庭也好 在學校也好 遭受很多困難的小朋友 去支持他們學習 然後那一年去孩子的書給我很大很大的影響 我才知道原來這麼多的人需要協助跟幫忙 對於當下我來說是一個很嚴肅的議題 很嚴重的議題 然後再後來是知道Teach of Taiwan這個計畫 要開始招募第一屆的老師 然後剛好就是我要大肆下學期要畢業了 一開始要想未來的質疑要發展 然後那個時候直覺就是告訴我 生命經驗告訴我就是我很想要去當老師 我很想要用生命去影響學生的生命這樣 所以我是跟著我的直覺走 然後就寫了那個寫了報名表 然後準備了資料這樣 沒有人知道Teach of Taiwan到底在台灣活不活 在美國也許很成功 可是在台灣還是有不同的變數不同的因素 所以那個時候不確定能不能活 會不會有這麼多人投綠地 會不會有這麼多年輕人響應 大學的時候去節目站也好 或者是城市長也好 都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感覺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件事情發生 就像甘地說的 Be a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就是成為你真正想要看見的改變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這件事情發生 你可以捐錢 你可以介紹給你的朋友 可是更直接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把你自己真的捐進去 我覺得我那時候當老師 我最大的最開心的事情 跟我覺得最大的收穫都是 小朋友轉變的時候 然後那個是你覺得 你就算淘錢淘費 你就算很累 然後你就算之前抱怨了要死 然後覺得很痛苦都很值得 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對於教育的想像 可以更多元 然後我希望可以讓學校的教育 或者是比較自私的教育 結構可以更被結構 然後我希望教育每個人都可以談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一定可以談教育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身在其中 然後每個人對教育都有很多想像 也許是不滿也許是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有更多的主題性 去參與跟去創造 無論我們自己現在是學生 還是我們的小孩子是學生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可以為教育 多把它當作是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把教育想像成 就是把小朋友送去學校 然後八點到下午四點的這段時間 就是不關我的事 對其實教育是一個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談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實踐的一個東西